前天衣为何成黑马 该感谢马林放弃 民述 临场指挥还给分管教练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本期视频我们来聊聊乒乓球 新加坡WTT大满冠赛 中国国拼领队这边的表现 也是引发了很多球迷的乐意 为什么呢 按照道理经历了一个东信 中国领队的球运应该是大杀事情 结果却是冷门叠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领丹的赛场上 马林亲自担任了场兵指导的 世界第二陈梦 世界第三王一迪 早早出局了 世界排名第八的陈信彤 无言八强 这样的结果也是让球迷大跌眼见 要知道这可是领队的半壁主力 而且在马林亲自临场指挥的情况下 有金就有喜 当然这个喜肯定不是来自于 孙颖沙和王漫义 因为两个人稳定的表现 谈不上惊喜啥的 这个惊喜来自于 00后的钱天一 这次WTT新加坡大满贯赛 钱天一无疑是最大的黑马 主机伊藤美城 逆转 颜嘉然进入八强 钱天一的表现也是让人惊喜 不过很多球迷也是好奇 钱天一为何能够成为黑马呢 钱天一能够成为黑马 首先肯定是他自身的花飞 其次或许最应该感谢的人就是 马林指导 为什么呢 或许是因为认为钱天一走不远 马林放弃成为钱天一的场边指导 而钱天一的分管教练 西飞承担起了这个角色 虽然名气不如马林 但是作为分管教练的西飞 对于钱天一不仅熟悉 还有深厚的感情 在几场比赛中 钱天一处于被动的时候 西飞的鼓励和调整 也是帮助了钱天一 从拾信心 最终逆转 被放弃的钱天一逆转 进入八强 而马林亲自坐证的几个球员 且因或多或少受到马林在场边 抢劲的干扰 比如说马林在场边露出了失望 懊恼等表情 比如说马林无视 平野美意的反应 一直让王毅迪加质量错过的主动前 马林坐证三大主力出击 钱天一反而因为被放弃 意外得到熟悉的分管教练 指导成为黑马 这也让昔日的一个话题 重新被提起 那就是此前民述郭延 曾经谈到过 球员的场边指挥前 到底是交给你对的总教练 还是交给分管教练呢 球员场上打球 分管教练 场边蹲 最终最懂球员的人 没有指挥前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讨论过很多次 不过国拼或许是认为 总教练的实力 眼界 隔击会更高 或许国拼认为 大赛是巩固总教练前威的时候 所以一直以来 大赛的场边指导都是由总教练来的 而不是分管教练 不过当时代在前进 细节成为了比赛最重要的因素 不熟悉的总教练 还是很难抓住球员的细节 毕竟他和昭西相处的分管教练 还有是有本质上的区别 或许也是因为如此 很多民宿和球迷 也是喊话应该把球员的临场指非 交给了分管教练 这样才能更好地形成 一加一大一二的局面 在经历了这一次 WTT新加坡大阪冠赛 当马林场边指导的短板出现 我们也期待刘国良早点做出改变 最后你认为场边指导 其实应该交给总教练 还是球员的分管教练呢 欢迎评论留下你的观点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下期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